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百五十七集 夏小兰把自己想法和刘勇一说 刘勇觉得太疯狂了 霍经理能答应 有便宜的方案不选 霍尘州脑子坏掉了才会选贵的 反正 刘勇这一年多的经验告诉他 所有客户的要求第一个就是省钱 其次才是好看 他们希望能省钱又好看 刘勇现在给人做预算都得稍微高一点 因为客户会还价 绝不还价的客户只有和熟人装修时才行 我都把合同拿给武行长看过 他说 贷八十万一点问题都没有 四百万的赌注已经很大了 刘勇还挺满足 合同也签好了 夏小兰有了新的想法 刘勇肯定要迟疑 您看啊 按照霍尘州说的付款方式 方案通过 先支付五十万 开工再支付五十万 就是说工程一开始 我们就能拿到一百万 这一百万已经能垫付不少建材 您找武行长带八十万 我再凑这么多 一百六十万的资金 我们从银行带出来了 难道闲置着不用 这一百六十万还没用完呢 东风控股就要给第三笔款 舅舅 我们的贷款 能敲动更大的工程 自从不愁吃穿住之后 夏小兰已经没那么着急了 所以她能安安生生 在华清念书 可机会来了 夏小兰不介意把利益做到更大 能赚钱 她为什么不赚 刘勇在迟疑 夏小兰呢 换了一个说法 一千六百万是很多 可那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的 一千六百万用来装五星级酒店 不够豪华 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忘 但特区要的是不是艰苦朴素呢 我还怀疑 香港股东否定领老原来的装修方案 可能不止是和东风控股唱反调 争权夺利肯定是主要原因 但香港美华要争管理权 招商局和汇丰银行凑什么热闹 三个香港股东都反对 可能是他们扭成一股绳 要和东风控股相争 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他们是真的不满意 明老的装修方案 不是嫌装修方案设计的不好 以夏小兰的眼光来看 都是浑然一体的 但她也要摸着良心说一句 好看归好看 可要说到奢华高档 还真就是符合内地的标准而已 或许是诉求搞错了 香港老要的不是省钱 是这样一个地标性建筑的影响力 在南海酒店住一晚的人 都忘不了这地方 和华国同类定位的酒店比 南海酒店要成为领头羊 你觉得会是这样 是不是 我们试一试不就好了 原本的方案照样改 我找霍晨舟谈一谈 给他出一份预算三千万的方案 把两份方案都给香港股东看 让他们自己选 舅舅 东风控股想要做主 香港公司也没放弃 你还记得保安队说的话吧 有香港设计师到工地去实地勘察的 到时候 可能有强敌 在等着和远徽掰手腕 打铁还得自身硬 夏小兰不能指望着 汤红恩到时候去违背原则帮忙 远徽的方案不能输给香港那边的设计公司 这是前提 预算三千万的方案 四分之一是七百五十万 按照百分之十五的利润点算 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利润 总预算翻倍了 他和舅舅能赚到的钱自然也翻倍了 两人凑一百六十万 按照霍晨舟说的解款方案 夏小兰觉得 这个工程是能撑下去的 夏小兰说试一试 刘勇总算同意 这是他重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投资机会 夏小兰不会轻易放弃 干脆将工羊丢在宁艳凡工作室继续画图 夏小兰自己去找霍晨舟 霍经理 远回那位夏小姐想见您 哦 让她进来吧 这才过去两天时间 夏小兰就来诉苦了 现在夏小兰说 完不成方案 霍晨舟也不会心软 合同既然签了 就没有反悔的余地 东风控股需要唐洪恩的支持 当然 夏小兰若是来求助的 霍晨舟就要看她态度如何 再决定帮不帮她 霍晨舟听见夏小兰的脚步声 看见夏小兰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夏小姐 我以为这个时候 你应该在日夜赶工才对 你喝什么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 其实在1927年时就在护士出现 建国时退出了华国市场 1979年改革开放后 可口可乐重新进军华国 在京城金陵等地建立合资的 瓶装可乐企业 在1985年 喝可口可乐 似乎要比喝北冰洋汽水的 十毛鲜 夏小兰从来不喝碳酸饮料 不是怕胖 是喝了容易打嗝 这在谈判中简直太不利了 双方刀光尽影的 他忽然忍不住打了个阁 接下来还怎么谈 气势都搞丢了 同样的道理 他也不爱吃韭菜和大蒜等 口味重的食物 这些都是夏小兰上辈子的 血泪教训 可以长得不好看 起码要把自己收拾得整洁清爽 不惹人反感 才有推销成功的可能性吗 谢谢霍经理 我要一杯白开水就可以了 现在 夏小兰又把霍晨州 当成了推销的目标 她要说服霍晨州 把南海酒店的装修预算 从1600万左右 直接翻一倍 五月中 京城已经开始热了 霍晨州这样年轻身体好的人 早就换上了短袖 办公室里的温度恰到好处 夏小兰坐在她对面后 霍晨州忽然觉得脖子有点凉 动物对危险的预知本能 霍经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成了猎物 夏小姐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我们双方可以多沟通 是不是方案那边有问题 没关系 我可以联系人帮忙解决 霍晨州诚意满满 夏小兰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霍经理 你搞错了 我忽然想起来 自己可以帮霍经理一个忙 霍经理对远辉多有照顾 我也不好藏着掖着 就主动来告诉霍经理 告诉什么 汤市长有什么话 需要夏小兰转达 如果是这点 霍晨州还挺期待 夏小姐请说 我对原本的合同有点疑虑 想重新和霍经理签一份合同 不知道行不行 霍晨州眯着眼睛 夏小姐 远辉的规模就那么大 四分之一预算的工程 你们要吃下已经很勉强 不要太贪心了 夏小兰摇头 还是四分之一 但总预算提高到三千万 不可能 三千万 霍晨州很想问 他看起来很像傻子吗